我覺得陳志涵在打這一題的時候 我真的不曉得他是什麼樣的感受 他是媽媽 對啊 他有小孩 然後自己在住在臺北市 享有這麼好的醫療資源 卻去罵新竹說 你不能有兒童醫院 你的兒童醫院不能蓋那麼好 容積不能給你那麼多 拜託 別人的孩子死不了嗎 你真的在做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想想看 新竹有多少的年輕父母 都住在那個地方 他們只求一個兒童醫院 在他孩子遇到問題的時候 生病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中心 可以給孩子的照顧 很過分嗎 你怎麼把他拿來跟金華城 成比 金華城的二十趴龍獎 只屬於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審慶金 但是新竹兒童醫院 得到的更多的龍姬 是屬於新竹縣市 所有的民眾的 你是怎麼會看 合國獨口 而且我覺得這個民眾黨 真的非常的可惡 新竹縣 新竹市 是民眾黨支持度最高的地方 尤其這些年輕人 也是最支持柯文哲的人 結果他居然現在把這件事情 拿來修理 你是否你的支持度太高就對了 要打這個議題之前 之前李國 我看那個是那個李國章 李國章在那個那一場集會 就是禮拜天那場集會 他就在上面講了 他說我這邊有個大祕寶 結果沒有人要跟進一起打 新竹市這個兒童醫院 涉嫌圖利 這個容積率放寬到四百五十八 都沒有人要跟我一起打 然後果然陳志涵就上傳了 為什麼沒有人要打 不是沒有人要打 你要不要先問一下 為什麼沒有人要跟 你怎麼會是去怪大家 不去跟你這一條 全面就全來誰要跟 對嘛 對 誰要跟你一起跳下去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內部的人 現在看起來就是內部的 現在只要抓到一條 這個求生所 他就覺得那個好像就是 這個求生所一樣 就要緊抓住 然後就要把這個車門焊死 讓大家不能下車 我們全黨一起往前衝這樣子 但是現在民眾黨 哇 是在微微救躁嗎 我們來看 陳志涵 他昨天又開了一個新的戰場 他說要談容積率來啊 那林志堅 在當新竹市長的時候 新竹馬街醫院的 這個兒童醫院 容積率從兩百五 跳到四百五 他說比金華城還要高 林志堅馬上 昨天晚上應該是很氣 馬上就PO文把法院的判決秀出來 還說要採取法律行動 川哥你覺得這陳志涵 他這個到底在幹什麼 陳志涵這一句話 應該快出事了 就是他對整個新竹市的小朋友 竹科媽媽 聽笑小孩的小朋友 直接宣戰 直接開戰 就是說這個市立馬街兒童醫院 根本就是一個違法的建築 搞什麼東西 為什麼可以蓋那麼高 病床為什麼到一道兩百多 明明那裡只能一百多張病床 為什麼給兒童病房 兩百多張病床 為什麼這個要變成中心級的醫院 為什麼 憑什麼 新竹兒童醫院 憑什麼變中心級的醫院 容積率為什麼要那麼高 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建築 這個新竹市立兒童醫院 就是在新竹市不分黨派 除了民眾黨以外 都希望蓋了 因為這案子是民眾黨的 現在那個什麼市黨部主委 那個議員李國章 一直說這個案子有問題 只有他反對 其他國民黨的 民進黨的 都非常贊成這個兒童醫院 要蓋了 因為我要說 因為身體恃高 包括這個祖北 這裡要加定 看到這間兒童醫院 大家都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孩子要接受比較好的 關於兒童有關的這種醫療 會有一間 便宜可以用 這多好 結果陳志蘭竟然拿容積率出來 在那邊嘴 那這裡當然本來是一個機關用地 後來變成一個醫療的用地 後來容積率把他提高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要把這個醫院升級 病床數要變多 設備要變好 所以樓地把面積要增加 這叫做公益性 而且他是一個視力醫院 陳志蘭 他叫做新竹視力馬接兒童醫院 視力醫院 你說你到底要講什麼 你們讓這個民間的財團 精華層多了容積 你覺得無所謂 新竹市的視力醫院 幫小朋友去蓋一棟醫院 讓他的病床數變多 設備變好 然後要整個醫院 至少要二十五顆 要讓我們一般說什麼小兒科 人家可能有小兒外科 小兒鼻鼻鼻科 人家分得很細 對小朋友來說 醫療照護提高 所以陳志蘭 你民眾黨直接跟新竹市人宣戰 所以我跟你講 那個潤龍小溪 你民眾黨有一個天爺 潤龍小溪 潤龍小溪 我在叫你 潤龍小溪 出來講一下 譴責陳志蘭 我相信你應該是一個媽媽等級的 你出來搶 你幹嘛跟我們這種族客媽媽 我們新竹的媽媽作對 有這個醫院 我們基本上都比較放心 你怎麼講說我們這個是違法的 這樣不行 這個案子 我再講一遍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所有的名義代表 市議員什麼什麼什麼 立委全部都支持 連邱成元 邱成元兩顆位 真是怎麼搞的 這一棟得到金博獎 蓋得多好 剛好 多讚 多讚 連邱成元都額了 新竹市沒有人嫌這一棟建築物 只有你陳志蘭 加上民眾黨 整個棟 對這個新竹市立兒童醫院有意見 哇 這不簡單 陳志蘭你挑錯地方了 你挑到一間兒童醫院 不要傻傻的 為了轉移焦點 去挑戰兒童醫院 兒童醫院和金華城能夠比嗎 因為有媒體人就說 這個兒童醫院它其實是BOT案 就是到期之後 這個容積是屬於公家 是屬於全民的 那另外也有網友說 其實在新竹 當地其實過去沒有兒童醫院的時候 還有一個 大家都拿到這個小卡片 告訴所有小朋友 輪值醫院是什麼 怕大家找不到 現在好不容易有個醫院了 結果陳志蘭拿來 跟金華城比較在一起 你叫財衛醫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陳志蘭在打這一題的時候 有沒有先問過邱成元 邱成元現在應該是頭帽子燒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幫他擦這個屁股 連這個戰爭都知道 規定不能打醫院了 然後結果現在陳志蘭 整個民眾黨 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尤其兒童醫院打這個 為什麼剛剛說邱成元 現在應該很想哭吧 如果我是新竹的家長 我會質疑 難道我的小朋友 難道我新竹的小朋友 就不值得一個設備好空間寬敞的兒童醫院嗎 那你這樣質疑 那接下來你是要 要這個邱成元 如何對待這個兒童醫院呢 所以我覺得會非常非常荒謬 而且這早在2022年 早就已經經過的是高 最高行政法院決定定驗了 他是經過合法程序的 所以現在陳志蘭拿出來質疑 是要表示什麼 你要去重新檢視他經過合法程序的這個檢驗呢 還是你要再去挑戰這個最高等的行政法院呢 所以我真的不懂 應該你要去打一個議題的時候 你要有經過查證 你要可能去問過一下 你們現在維二的一個縣市首長 為什麼說維二一個就是邱成元嗎 另外一個好像是金門 不知道 因為我一直以為是維一 然後今天才有人跟我說其實是維二 陳福海 對 金門也有 現在他們民眾黨縣市長的那個犯罪率百分之百 對 就只剩下兩個縣市首長 然後你還不好好幫人家考慮一下 你真的是覺得邱成元接下來在新竹 有這麼好這麼好選嗎 民眾黨接下來在新竹還有可能嗎 所以我覺得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民眾黨整體就是群龍無首 然後對於整個策略也是雜亂無章 就是只有戰到底 不管是什麼議題就是戰到底 我不管他是對還是錯 如果是黑是白就是戰 面對媒體的提問也是一樣啊 就是戰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陳志涵 他似乎在打這個是害到柯文哲 但是幫自己幫自己做什麼事呢 增加仇恨值而已 而且他可能還不知道 自己其實現在仇恨值已經在頂了 還增加不上去 所以我真的覺得現在民眾黨 應該要好好拋開那些情緒 好好去思考下接下來的戰略 因為剛剛其實傳哥有提到 秋成遠很感謝 因為他是在上個月 8月13號才去這個馬街兒童醫院 還感謝中央 而且還說 哇我們這有一條龍的婦幼醫療服務 人家是秋成遠很感謝有這個醫院 結果在那個小草的群組 有個截讀曝光 大家出來說 秋成遠你沒義氣 你怎麼還到達陳志涵 他們沒有先喬好嗎 沒有現在就變成是說我覺得他們整個黨 變得跟宗教很像 就是大家都向上管理 沒有橫向聯繫 為什麼不需要橫向聯繫 我不需要管理死活 我們只要管這個我們的教主 就是繼續 就是他現在變成是一個悲劇烈士 悲劇英雄 所以他繼續在那邊扮演 這悲劇英雄角色 然後大家底下人繼續 膜拜這一尊教主 我覺得大家現在就是用這樣態度去面 就裡面都是用這種態度去面對事情 所以你看要打這個議題之前 之前李國 我看那個是那個李國章 李國章在那個那一場集會 就是禮拜天那場集會 他就在上面講了 他說我這邊有個大祕寶 結果沒有人要跟進一起打 新竹市這個兒童醫院涉嫌圖利 這個容積率放寬到450% 都沒有人要跟我一起打 然後果然陳志涵就上傳了 為什麼沒有人要打 不是沒有人要打 你要不要先問一下 為什麼沒有人要跟 你怎麼會是去怪大家 不去跟你這一條 怪民就懸崖誰要跟啊 對嘛 對誰要跟你一起跳下去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他們內部的人 現在看起來就是內部的現在 只要抓到一條這個求生所 他就覺得那個好像就是 這個求生所一樣 就要緊抓住 然後就要把這個車門焊死 讓大家不能下車 我們全黨一起往前衝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變得是每個人 都是用這種心態去面對事情的話 那當然很多都很多問題 他就沒有辦法全面的去看啊 你看像老實講 也有醫師談到嘛 就是說其實現在喔 你要開兒童醫院 基本上是佛心來著嘛 沒有一家兒童醫院賺錢的 這個真的要政府做 因為小孩越來越少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的看診率其實是非常少的 所以只好以政府的力量 去做兒童醫院 讓在地的小孩有得到更好的照顧 我覺得陳志涵在打這一題的時候 我真的不曉得她是什麼樣的感受 她是媽媽欸 對啊 她有小孩欸 然後自己在住在臺北市 享有這麼好的醫療資源 卻去罵新竹說 你不能有兒童醫院 你的兒童醫院不能蓋那麼好 容積不能給你那麼多 拜託 別人的孩子死不了嗎 你真的在做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想想看 新竹有多少的年輕父母 都住在那個地方 他們只求一個兒童醫院 在他孩子遇到問題的時候 生病的時候能夠有一個中心 可以給孩子的照顧 很過分嗎 你怎麼把他拿來跟金華城 陳比 金華城的二十趴龍獎 只屬於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審慶金 但是新竹兒童醫院 得到的更多的龍基 是屬於新竹縣市所有的民眾的 你是怎麼看 合國獨口 而且我覺得這個民眾黨 真的非常的可惡 新竹縣 新竹市 是民眾黨支持度最高的地方 尤其這些年輕人 也是最支持柯文哲的人 結果他居然現在把這件事情 拿來修理 你是否你的支持度太高就對了 而且另外你知道邱承遠 八月十三號在臉書上面的發文 怎麼寫的 他說新竹馬街兒童醫院營運至今 在新竹衛生局的積極協助底下 讓兒童醫院設置專科門診從十科變成二十五科 而且加強了二十四小時的兒童急診 病床也增加了兩百二十床 所以陳志涵在罵的事情都是誰做的 都是邱承遠去做的 這說這跟柯美蘭說的 柯美蘭你要出來說 這條很嚴重 柯美蘭 像我直接點名柯美蘭 你有沒有覺得新竹市立兒童醫院不應該弄那麼好 不應該那麼多床 不應該那麼多磕 柯美蘭 我現在問你 你支不支持這個把他容積變高 讓新竹市的兒童有一個兒童醫院 大家罵聲一片 但是陳志涵沒有在怕 他繼續站 他怎麼說 還有PO文 他說為什麼林志堅可以喊 來站清白 為什麼阿伯會被羈押 這就證明了台灣的司法濫權濫術 雙標可怕 晃哥我真的有點看不懂他在幹嘛了 他真的就是現在只是為了向他們的教主 效忠 但是我提醒一下陳志涵 你們教主快換人了 那個方向盤要稍微轉一下 其實新竹兒童醫院跟金華城的差別 不用去管那些什麼容積率 什麼那個很複雜法律 給大家看就好了 很簡單 第一個新竹是BOT 對 BOT就是最後那個T就是要轉移回政府 所以最後他的資產 所有的容積率都是歸新竹市政府所有 第二一個是醫院 一個是商辦 這個是圖利審慶金 對 這個是圖利 不只新竹 是竹竹苗的所有的家長 因為你知道台灣的北部 原本只有台北有一個台大兒童醫院 新竹為什麼林志堅當時上任想蓋兒童醫院 是因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新竹市是全國出生率最高的縣市 因為平均待遇比較好 所以家長生小孩出生率很高 所以他們急需一個兒童醫院 好 陳正恩你要站沒有關係 但是請你拿出來 第一個我告訴你 你們高韓安當市長當多久了 現在是邱承遠 有問題移送嘛 金華城案子是怎麼來的 是鍾小平去提告 可以啊 你叫李國章去告啊 你就去告林志堅嘛 對不對 李國章有提告啊 問題是這個案子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判過了 就是沒有問題 那李國章你再去提告 當然那也是你的權利 可是我覺得陳正恩你去打這一題 你根本是提油在救火而已